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3月12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 黄茂山谢谢 菲徐谢谢 富士尚拜德德山谢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咱们先来看俄罗斯的两则消息 1.普利格金最近一个月每天在网上说很多事情 昨天他又说 瓦格纳集团每月需要大约10万吨弹药 价格每个月5亿美金 才能应付巴赫木特的战事 俄军负责后勤工艺的军官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不过呢 这还不是普利格金最出格的言论 他声称希望与乌克兰前总统彼得布洛山克 和现任总统泽连斯基一起竞争下一任乌克兰总统之位 他说 如果我赢得乌克兰总统选举 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 伙计们那就不再需要炮弹了 这话是疯疯癫癫的 普利格金每天都要说些疯话 公开怀疑俄罗斯国防部及其高级官员的能力 表示怀疑该部对瓦格纳的成功感到忌妒 并故意给瓦格纳穿小鞋 比如削减单药供应等等 我们是真的怀疑他是不是压力太大过载了 普利格金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 瓦格纳的招聘中心已经在俄罗斯42个城市开业 他说 新战士将与我们并肩保卫他们的国家和家人 说起来也真有意思 12军一场局部战争都打得这么艰难 别人再开4S店 他们开雇佣军招募中心 果然有出息的很呢 而上周乌克兰和国际网络上出现了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可能中毒的传言 至少我们已经有阵子没有在Diktok看到这位网红了 德国图片报写道 由于健康状况恶化 小卡德罗夫无法参加普京上月21日 在联邦委员会的演讲 就在那段时间 阿联酋的一位著名医生飞往车城 早些时候 卡德罗夫在公开露面时看起来面目肿胀 媒体猜测 他很可能是患上膳脏相关的疾病 还有传言说 他多年来一直服用药物或者新饭剂 乌克兰军事专家奥利亚格日大诺夫日前撰文 详细描述了卡德罗夫外表的巨大变化 称他可能中毒 而且是被俄罗斯联邦调查局FSB的特殊服务下的毒 日大诺夫说 根据一些迹象 他患有急性扇功能衰竭 导致体重急剧增加和身体肿胀 上周 一架配备了复苏设备的救护飞机飞往莫斯科 把它接到了纽兰堡的一架医疗中心 这架飞机之所以能够在战争条件下飞行 是因为欧洲允许救治病人 据他介绍 卡德罗夫被逮到欧洲最大的医科大学纽兰堡 在哪里 卡德罗夫很可能正在接受非标准的治疗方法治疗 当然 这些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三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伍夫伊娃中的扎哈罗瓦 在记者学者以及支持者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 关于信息和认知战的论坛上表示 由于克里姆林宫内部精英之间的争斗 克里姆林宫无法复制斯大连主义的做法 建立一个相当于原苏联情报局的现代信息局 以用来集中控制俄罗斯内部的信息空间 战争研究所专家对扎哈罗瓦的发言评论说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值得关注 这支持了美国战争研究所 对于克里姆林宫政治恶化和信息空间控制动态的长期评估 扎哈罗瓦的声明能够明确了解 普京核心圈子关键成员之间存在内斗 随着这场战争时间的不断推移 普京在很大程度上将俄罗斯的信息空间 让给了转独立行为者 普京已经无法采取行动重新控制俄罗斯信息空间 克里姆林宫的分歧正在扩大 战争研究所评估认为 目前尚不清楚扎哈罗瓦为什么在公开场合承认这些问题存在 扎哈罗瓦是俄罗斯一位经验丰富的发言人 这是他在多年中首次直接讨论克里姆林宫内部问题 以降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克里姆林宫统一政策和凝聚力的期望 乌克兰方面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表示 巴赫木特郊区到处都是俄罗斯人的尸体 没有人将他们带走 在乌克兰全国联合新闻广播节目中 丹尼洛夫说 我们的军队正在保卫光荣的巴赫木特市 我们的军队屹立不倒 这是我们的堡垒 他们现在正在保卫这里 我们甚至无法想象 他很快就会对我们国家和我们的军队会有多大的用处 他说 许多入侵我们领土的败类正在那里被铲除 正如上将希尔斯基所报道的那样 城市周围所有地方都散落着俄罗斯人和瓦格纳人的尸体 就好像在那里剥下了植物的种子 没有人把他们拿走 因为没有人需要他们 丹尼洛夫强调了巴赫木特防御的重要性 他说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人没有保卫这个固定的城市 这些恐怖分子今天会在哪里 他们已经驻扎在哪些城市 他说 就像法西斯在斯坦尼格勒势力一样 他们也会在巴赫木特势力 丹尼洛夫说 根据记录 从顿涅茨克州和卢干斯克州被占领地区前往俄罗斯的车队排起了长龙 他说 那些帮助俄罗斯人的合作者现在正在排队等待离开端涅茨克和卢干斯克的领土 他们觉得很快那里可能会很热 可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他说 乌克兰军队现在离断涅茨克卢干斯克和我们其他光荣的城市不远 那些合作者已经感受到了那里发生的一切 很快他们会感受到更多 二 英国情报部门称 在巴赫木特 由于乌克兰部队能够从西部的防御攻势开火 该地区已经成为了一个杀戮区 这可能是瓦格纳部队试图继续向西进行正面攻击极具挑战性 然而乌克兰军队及其在西部的补给线 仍然容易受到俄罗斯继续试图从北部和南部包抄防御者这一企图的影响 而乌克兰武中部队东部集团发言人希尔西·切雷瓦蒂上校 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 在这一天里 前线巴赫木特地区的敌军使用各种火炮发射了157次 发生了53次小规模战斗 仅巴赫木特就遭到了16次炮击 该地区发生了23次小规模战斗 在整个战斗中 有221名敌人被消灭314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伤亡达到了535人 他说 我们的工兵和部队指挥官正在尽一切努力 让巴赫木特的守军获得必要的弹药、药品和食物 并将我们的伤员从那里运送到安全地区 今天的最后呢 咱们来说一个有趣的事 俄罗斯媒体常有一些令人窒息的操作 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 含人量是越来越低 前几天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主持人 奥尔加斯卡巴耶娃抨击英国人 说他们把钱都浪费在了给乌克兰提供援助上 弄得伦敦人只能吃松鼠 斯卡巴耶娃还提 既然英国食物这么短缺 干什么不吃动物园里的动物呢 活土的俄罗斯版的何不食肉米 说实话这让我们可是大吃了一惊 人均GDP4万6千美元的英国人 难道连面包都吃不上了吗 让人均GDP不到1万1千美元的俄罗斯人给笑话了 我们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 原来啊 这是一些外来物种灰松鼠 在英国繁殖泛滥热的祸 环保团体希望保护本地物种红松鼠 因此建议人们补杀和吃掉这些灰松鼠 而俄罗斯人脑洞竟然这么大 把这事就和食物短缺联系在了一起 这当观众们都是傻子吗 因为要搜集资料 斯卡巴耶娃的电视节目我们也没少看 他在一般性的节目中表现的还挺正常 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 说话聊天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挺聪明的小姑娘 可是一到和嘉编访谈俄乌战争的直播节目 他整个人就立刻变了 双眼血红谈不上 但至少也是目露凶光 在他的节目上 众多嘉编一会要杀光乌克兰 一会要引马来引河 一会又要和平英格兰 忙的是不亦乐乎 可怜俄军和瓦格纳们 还在巴赫木特的冰天雪地里日拱白米 做节目接地气可以接地府可就不好了 这些俄罗斯媒体的德行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可怜的是俄罗斯老百姓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的军队在乌克兰打得怎么样 还以为泽连斯基早就逃跑了 每天在绿幕前录视频 还以为基辅早就被俄军占领了 乌克兰人冰天雪地 丹石湖江以淫亡尸呢 想到这里 不由的更加希望乌军早日获得胜利 原因也很简单 谁不希望文明传遍四方呢 谁又想看到傻伯一们铺天盖地呢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